各位媒體的代表 我們今天在這裡召開記者會 是要來講應支援林英雄先生 去那六十民宿 聽見合適合適 因為我們知道林英雄已經決死 已經進入第三日 在臺灣已經引起很大的集結 我們在這裡看到我們的朋友林英雄 在七十幾歲出來用這種悲壯的行為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一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再見 開聲明 所以我們今天的記者會有一些 我先介紹一下 我叫做林文正 我是美國臺灣研究院的董事長 那今天我們出席的朋友 首先是王秋生教授 他是前台大公共衛生研究院的院長 然後我們另外一位 王教授 那第二位是郭清江博士 他是代表臺灣的教授學會 第三位是林英雄老師 他是代表我們工程師學會 北美洲工程學會的總會 那我們另外一位是黃俊勇 他是代表人家做工程師學會 然後我們有黃根生教授 黃根生教授 黃根生教授是代表 美國臺灣人人權學會 然後我們有何國均會長 他是華帕 OLA的會長 然後我們有鄧永年博士 他是代表教授學會 然後我們有吳天載 吳天載先生代表臺美人歷史學會 所以我們陳家 陳天載先生 他是代表南家做臺灣人的長輩會 那我只是簡單的 就是一個簡單的言 就是說林英雄這個人 他是非常有原則 只簡單講一句話就是說 他在兩千年 林英雄當執政的那一天 他就辭去黨主席 因為他知道他如果用黨主的名文來推這個核式公投的話 會給新商人的陳水扁總統很大的困擾 所以他就基於原則 他就下來 然後去push這個核式 所以他核式並不知道今天他出來決定 是一個很長久的 我相信我們這些朋友 跟他有跟他在一起做過事 還有各種pushpective 我們就想他們的分配 以他們的看法 來看今天在臺灣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讓他們看法 有什麼看法 那我們修仙人來親一個 王修仙教室 你發現不應該多一點 那王教授的 那個 他有一個書面在這裡 好 謝謝 各位已經拿到我這個書面 我大概就不會很詳細地再讀一次 不過首先應該說明 我認識林一雄 已經大概是從1980年代 我在洛杉磯辦台灣新社會的時候 我們有一群人常常會去跟他談話 他就在二百元那邊 所以我對他的人格是非常的敬佩 他的那個決心 他的行為 我想台灣人大概說非常的敬佩 他的理念也是大家非常認同 那這一次他用這麼大的決心 來用禁食的方式來反抗核四 我想一定會引起台灣人島內海外的共鳴 所以我簡單寫這個聲明 主要就是針對這個核四這個問題 本來像林先生他從2002年開始就非常堅定的在反抗核四 那到了2011年3月日本遭逢福島核災之後呢 我想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覺得像我們這樣地下人稠 地震就這麼平緩的島國啊 是絕對不適合發展核電 所以去年3月9日啊 我們台灣就有22萬人在台北台中高雄啊 走上街頭 但是呢這個掌權的人對這樣的心聲都一概的模式 而且更常常用不蓋核四會缺電這種方言來恫嚇人民 這幾天大家都一賽的看到 他就說不蓋核四一定會缺電 但是我們稍微去看看那個數據 就用台電自己的網站來看啊 我昨天為了寫這個聲明 還特別在上他的網站求證 他2013年底總專制容量大概有 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一百萬瓦 備用容量率是17.5% 備用容量率的意思是說 在夏天使用的那個電量最高的時候啊 還有剩下多少 就去年8月的時候 有一天是特別熱 那麼用電量當然會增高 那個時候還剩下17.5% 那我們看到核四呢 他的那個設計的專制容量是2700百萬瓦 假如從那個去年底的總專制容量去算啊 只有6.5% 那這個真的是騙銷耶 怎麼會不蓋就會缺電 這幾天還在講 林先生在絕食進入這麼多天之後 還在講說不蓋核四會缺電 那我這幾天 這幾個月我非常認真去看太陽能發電啊 那不久以前啊 台灣人這個論壇 也約我來這裡 發表來一次簡單的演講 說明我們是可以用太陽能發電來取代核電 那我簡單就算了一下啊 各位大家可以看看 我就不詳細講那些內容啊 有些人說太陽能 因為太陽不是二十幾小時都有 這是真的啦 不過太陽能一個好處是說 你夏天最需要電的時候 用在空調的時候啊 那它也是能夠發電最高的時候 所以所謂的這種備用容量率啊 其實用太陽能來看的話 不必像台電那樣算法 因為所謂的備用容量就是說 你用的時候最高跟我的裝飾容量的差距在哪裡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戳戳有餘 可以來取代核電 所以我最後呢 就是覺得我們心細故鄉的這些海外台灣人啊 有責任來聲援我們島內的民主知識 像林先生這樣的民主知識 還有青年學子最近所展開的太陽花運動 還有眾多的公民團體的仿佛行動啊 我們要用各種方式來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支持 我們祈願林先生能夠平安健康 我們也祈願台灣人民堅定的意志和行動 能促使台灣早就達成非和的家園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接著請郭 郭博士 我也是想在這裡補充林美容先生的背景 林美容先生他做生意會議員的時候 他發現他是非常堅定 他的論點都每點都非常有意義 所以郭文東在關門剛才很高興 很高興 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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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參加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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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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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處理 所以他做這件事都會發生 發生 要做 大家的幸福 但剛才這個中間就已經有三十四年之後 有一天 這是 leaning 以宴教会現在的地方 台西令優勇的太母太子上的幸福 換軍賜益前我的性侶 中流高高 為什麼國民黨這麼興奮 就是因為他這個人地負很高 他這個人真有環境 這就是跟國民黨通敵的翻轉違反 所以就是在用他來兼顧 所有的台灣人 如果你們聽話就是要怎樣 但是你們利用 受到現在的傷害之後 他沒回去 他還繼續就是台灣民主的一派 國民黨是要趕 就他來趕著反對的運動 結果反對的運動 有來的勞強 在二空空 兩千年的時候 他當當主席 因為他這個人都不孫心 所以大家都很服氣 因為他的領德 所以蘭水米再當順利 董選總統 台灣第一的政黨人體 林宇宏公 就是非常大的 一般的人都想說 我幫忙蘭水米選總統 所以我應該來做什麼 他都貼書 這就能看出他的人家 看出人家 這個貴頭跟 我剛才說的 教導師 到現在 他對台灣的奉獻 和發心 是很少人可以對到 說得很少 沒有人可以對到 所以他對待 他在疼心是疲勁 就是這樣 這邊 因為到沒有到 所有的客人 大人的負貧 作用 以發心 會用的生命 來促進台灣 兩行的事 要落實民族 你要種植核食 落實民族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鳥籠公投 一定要蓋 所以說鳥籠公投 沒有蓋 不行 因為沒有蓋的時候 有什麼民主的 行動 要表現的時候 獨自的 統治者 都會 民族 不會 所以鳥籠公投 一定要蓋 要蓋 變成一個 可以表現 民的公投 法出現 第二 就是核食 一定要提供 因為核食 如果沒有提供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既然發生事情 發生事情 臺灣可能 只會做這個 可能 還可以成功 就是台中 甚至 沒有台中成功 也是發動 因為核存 核存 就是飄來飄去 飄去 所以 他 有一個 大家 的 有一個 安全的 性分 中間 去 割心 美鳳的 生命 來 到現在 董關者 對口 希望 臺灣最近 法軍 已經 映發公民 醫生 大量的覺醒 希望 我們可以 公民醫生 再度 發育 那些醫情 可以有很大的 幸福出現 讓你美鳳的生死 這麼好的 大家 可以 不免疫情的生命 還有 特性 聽大家 這個問題 所以 保養大家 一定要認真 在打招 支持 臨美鳳 支持 廢蛾室 支持 公投法 鳥籠 公投法 改變 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 貴教授 因為我們 今天 不太多 所以 我們時間 稍微控制一下 我們現在請 這次 發起立資源 醫院長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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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件事 感謝 美鳳 建設議員 第三天 這個 整天 這個 急迫線 剛來武館 我 我 在這裡 可以 來 向 臺灣的 政府 來 鼓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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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 這些數據 大家都 很清楚 不可以 繼續 變成 謊言 這個 沒有路由 人民都很清楚 做 雖然 雖然 看起來 漲漲 還是說 臺灣的時間 最近 政府的高層 有點鬆動 但是看起來 要是 阿北加說 有辦法 說 給我們 這個 危機的 解讀 聽到 蘇智昌 台灣的時間 十點 要跟馬英九 去記名 那麼 恩萬公 有一個特化 但是呢 這個 中間 我們 人民 如果 要 繼續 保育政府 不可以 忽視 人民的 力量 你對 這個 福茂 看得出來 公民的能量 實在很可怕 這個中間 我也有去 台北 你親身感受 真正 以前 想不到的能量 這麼大 所以 萬一 如果我們說 林秘雄 有什麼 三長兩短 這個後果 是不敢設想 我們 當然 大家都會希望 台灣有動亂 我們希望 政府可以 懸崖勒馬 甚至這句話 對 可以說 不要 一直 這麼固執 再建築下去 我 說得這麼簡單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到 高雄 黃哥 我們 我有兩點要報告 第一 就是 三 一來 風滿露 在台灣現在的社會和民心 非常混亂 非常動亂 學育運動 剛剛絕食 還沒有時間 輕鬆一下 林育雄的絕食抗議 再一次的把社會 帶進來一個大方法 好 萬一 林育雄如果死亡 或者是 山蟬 山蟬等兩隊 結果一定是 不可收拾 台灣的社會的反應 一定是 殘忍 不能忍睹 所以我對馬政府 有一個警告 第一 第一 好好要處理這件事情 第一 第二 馬政府要謙虛 而且要聽人民的意見 第三 不要固執 不要硬幹 不要亂幹 第二點 對台灣人 我也有一個敬言 就是台灣人也要自己還審 自己 自己還審 自己檢討 台灣人號稱很聰明 但是台灣人為什麼行一位總統 這麼無能 這麼無邪 這麼無血 這麼無淚 這麼無心光 這麼無同情心 沒有同語心 為什麼這種發生 所以第二次 台灣人也要自主 也要自己好好的還審 那我們自己要怎樣 救 救自己 OK 等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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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一定喔 郭君 郭君他有一個聲明已經給在這裡了 你看看 不用了 就是說 最近台灣的民調 也有七成以上的大眾 就是人民反對核資的興建 然後馬政府卻一意孤行 不以台灣的子子孫生 的幸福為念 迫使台灣的人格者 林義雄先生 從4月22號起 以絕食的行動 訴求全國的人民和政府 共同來停止興建核四 他的成人之日 也就是馬政權 馬政府 滅亡的日子 滅亡的日子 謝謝 謝謝 請問 請問 郭敬久 請問 好 OK 那個 3月8號的台北的會合遊行 我有參加 所以我這邊帶這個東西 所以 林義雄 禁食的主要目的就是會合 會合的第一步就是要拼見核四 所以這個是主訴求 應該大家都很清楚 我跟這個核電的了解 就是核電的了解 這個步驟 1977年 這就是核電的 我在台灣已經發表過文章 就說 台灣在合一電查的時候 就有一些狀況 我有在那個 台灣的機械樂道 我已經發表過一個文章 就是要他們 要台電主力 這是1977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 2000年的時候 核四剛剛要建的時候 我有開車到那個 岩鳥那邊去看 那時候 外面 那個公路旁邊就是 岩鳥那邊 有一個簡單的碼頭 那這邊是 這個核四正在挖土 我有開車去那邊看一下 然後我也很專心地去聽 這個 2000年的時候 那個 這個台灣政府的這個 核四辯論 核四辯論 這是 我想全世界出來 沒有這麼好的一個辯論 就是說這個 聯繫12個禮拜 然後禮拜一個晚上 有三小時 在台灣的公共電視台轉播 我大概看了70%的這個轉播 所以 有關這個核四 這個要或不要 到底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已經講得很清清楚楚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這個資料 所以我說 核四來講 對我的感觸是很多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我主要是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注重的是這個主數 就是會核 那這個會核 以後就核四平均 然後核一核核三 台灣不需要再演繹 然後就從這個日本福島的教訓 我們都曉得 不曉得哪一天 台灣會發生什麼狀況 台灣如果發生狀況 幾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地震 第一個就是人為的輸入 人為的輸入 人為的輸入包括 第三個就是拼磚車 拼磚出來的核四 這個安全性不夠 所以我想就是說 剛才已經有一些人 已經談到這跟英雄的關係 但是我是以這個 我們這個都能識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這個核四不管怎麼見 是不安全的東西 這是事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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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正義 正義 正國師 好 林英雄先生 他的絕食 本來應該是在 四月初 但是因為學運的關係 他就延遲了 那 我是希望說 在他絕食的當中 有繼續喝水 所以他可以 支持 多欺騙 我不希望 過一兩個月 回台灣的時候 去參加他的葬禮 我希望 能夠 跟他誰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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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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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主要是講禁食 因為 就例子來講的話 禁食過去都是宗教的活動 因為這有宗教上的一種修行法則 然後到上個世紀開始 從甘地 甘地跟禁食的關係很多 甘地一生禁食不下三十次了 有一個記者在1943年問甘地的時候 問他禁食的理由 他說第一個是毒罪 然後第二個是行動 行動就是非暴力的抗爭 然後第三個原因就是抗疫 所以你把這個甘地的作風 因為他是非暴力抗爭的代表 跟林立雄比起來 林立雄是台灣的人格 所以林立雄這個本身做了禁食活動 就是甘地精神在台灣人的表現 林立雄選擇在4月20號 就是第7日這一天開始 然後他選擇地點就是衣光教會 就是他母親跟他的雙胞胎女兒被殺的地方 有毒碎的味道 所以基本上他也是抗疫台灣這個核能政策 所以動態是看起來是這樣 問題是說靜態看起來是這樣 如果是動態來看的時候 你會不會怎麼發展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林立雄在禁食之前 會眼線轟動 所以他這個繼續進行下去 對整個台灣社會的產生的變化到底怎麼樣 是很難預料的 只是說大家對這個事情 可能又要多加關注 政權可能也要小心一點 謝謝 我們有那個人家州 婦女學會 台灣人婦女會的會長 林立雄講 以後不要再講講講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南家分會的會長 謝婉香 我在這裡是來表達說 我們婦女會 對林雄先生 覺識這件事情的慣懷 跟支持 林雄先生 就像剛剛各位先進所講的 他是台灣的人歌者 我們很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藉著台灣人民 還有執政者 還有律法者的行動 能夠某種程度的圓滿落幕 也希望台灣能夠很積極的 往非核家園的這條路上走去 因為其實台灣太小了 台灣沒有任何 luxury 可以有任何東西發生在這個島上 謝謝大家 我們有一位 社團的負責人 他是台灣人民婦學會的會長 洪太后 他今天不回來了 但是有一個書面 幾個月我跟大家講講 因為洪太后 他參加了一個男家座 Edison的 那個power plan的設計 所以他提出一個點 就是說 核能本身就要有一個感度 很久轉的感度的機構 Edison在去年 跟Honofree 這個mucle power station 因為是那個tubing 發生問題 給他處理 就表示說 美國這個字母 核能電廠 讓美國政府的字母是完全可以相信 他在台灣 原主任委員會 是行政的三級的機關 無法抗議經濟部 所以在台灣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 所以他要提出這個 主要是說 那個能源會是第三級的機關 他在行政院的承接太低了 沒有人 所以台灣特別是沒有人去感動這個 這個核能的華電 他很非常擔心 用美國做例子 美國有那麼多 我自憑叫Edison 你不可以 要退役 他就退役 台灣沒有 還有 還有一點 我想補充一下 最近我們外交單位 搜集很多資料 全世界幾十個國 都有核能電廠 然後伊朗、北韓、南韓、中國 很多類似 然後說大家都 好像是世界的核能電廠 好像是一個風潮 但是我要請透過這個媒體 告訴這些外交官 你們在這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你們要想想看 你們這樣的資料 真是誤導台灣人民 第一 大部分你們說的國家 完全是共產國家很多 而且是集權國家很多 根本就沒有辦法制服我們國家 他們根本就是跟台灣不一樣 第二個 每一個國家 他們都有面臨很多 廢料處理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 他們也不及調查這個 最重要一點就是 不能說 我這個國家 有七十幾個黨員 都會蓋核電 沒有一個國家的核電廠 像我們台灣蓋在金山 蓋在雙溪 蓋在庚鳥 蓋在一個地方 有六百萬人 居住的地方 這個應該這樣來比較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外交人員 實在要加油 做這種統計的話 實在是 對不起納稅人 他應該做完整的統計 不能只做一個 只把那個表面的數字拿出來 來替這個政府在那邊 謀 人家你 替建物理外分 這是什麼 非常生氣的一件事情 我們透過今天的記者們 要不要道理 這些 對這些 指的外交人員 有抗誤 非常嚴重的抗誤 好 準備要合衷的 我們實在意大陸 他跟我們人們補充我 我人們補充我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起 我忘記 我們那個 媒體的朋友有沒有問題 我想我們就跟他講 我們這邊有機會是那個 你要問這個 跟你們 有沒有問題 結束的時候我們私下 好 結束私下 那就 為什麼沒有啦 我想說我們這個安全問題 我們這邊有機會是這個 等一下結束 再一看 OK 嚇一跳 我們再照一張相 我們再照一張照